其实本地有不少天文发烧有 因为对于宇宙天气情有独钟 而不时组织活动 一起观测星体 今天的《玩物壮志》 就带大家跟随其中一个新式小公司 既窥探宇宙的熬物 夜幕低垂 万家灯火 碧山公园内的路灯也亮了起来 除了前来运动的附近居民 公园今天也迎来一群追星走路 各一晚 夜空少雨 高挂空中的月亮和其他星体清晰可见 让这群天文爱好者兴奋不已 来自Singapore Sidewalk Astronomy 兴趣小组的成员 每个星期都会在新加坡不同地点 举办观星活动 并会在活动上 同公众分享天文知识和心得 推广公众对天文学的认识 首先 小组成员要在公园内 寻找较空旷的地点 搭起三角架后 开始装置望远镜并耐现对焦 确保能清晰观测到星体 他们的大阵仗引起了路过居民的好奇 小孩透过望远镜观测高挂在夜空的月亮 感到神奇不已 想要再看一看月球 小孩却以为要盖住双眼才能用望远镜 原来现场民众振振幻想 进去小组通过活动介绍天文景观 也讲解如何使用望远镜来关心 这让参与民众获一步前 我可以分享给我的孩子 展示他们 有些东西 还有地球 然后 世界大宇宙 大宇宙 大宇宙 我们需要知道 我们是一个小块的宇宙 我可以诬明一下 我学习东西 那你不可以学习在学校 如果学校可以开始这种专业 这会更加助手势 七年前成立的兴趣小组成员来自不同背景 年龄最大的超过七十岁 小组创办人之一唐显明表示 他最享受和公众分享天文知识 公众初次了解宇宙星体奥妙号所散发的喜悦 喜欢观测星象夜空望远镜自然不可或缺 不过唐显明除了拥有两台望远镜 他还从小开始收集一系列天文书籍 不管是宇宙的由来 还是遥远星系的奇妙景象 这些藏书是开启显明对天文学兴趣的希望老师 作为天文爱好者 显明最喜爱的收藏 包括了一个太阳系模型和两个陨石的标本 这首套是一套的教育 我使用它在我们的旅行中 我们的旅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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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增进天文学的知识 显明还在去年报读 由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在网上所开办的天文学基础课程 三个月的课程不仅让他有机会系统性的涉足天文学这个深奥的领域 也让他更有信心为接下来的观星活动做好准备 除了看天气好不好呢 观测星体另外一个常常面对的状态就是光污染的 所说的光污染指的就是在城市里头 我们过度的使用照明系统所造成的问题 如果你知道吗 那在新加坡这个防汇的城市里头呢 还是可以找到观测星体的地点呢 像公园里这样一个光线较暗的地方 便是观测星体的好去处 到了这里 只要抬头一望 即使没有望远镜等观星器材 你其实也能够看到不少星体 如果想要知道看到的是什么星星或者星际 您还可以利用观测星体的手机应用程序 黄耀龙使用的是SkyPortal 只要把手机镜头对着夜空 应用程序便能够识别并主意列明在夜空中撒调到的星体 除了公园海边等地方 想要观测星体 你也可以前往玉朗东的新加坡科学馆 科学馆内有一个天文观测站 这是世界少数位于赤道附近的天文台 得天独厚的位置 让到方者能够同时观测到北半球和南半球的星体和星际 科学馆的天文观测站 每个星期五晚上都会举办观星活动 让公众免费使用大型望远镜 在这个星期五晚上夜空少云 高挂在空中的月亮清晰可见 不少公众趁着良好的天气前来 不到一个小时 天文观测站外便排起了长长的人龙 大家都迫不及待 希望通过望远镜一睹夜空上星体的风采 助手在观测站的工作人员或志愿者 则是小心翼翼地调整望远镜的聚焦